这个宗教政治被 这个言清彪玩弄到极致 最后呢 大甲妈的出行绕境 居然变成了他牟利的一个 这个基础跟牟利的工具 多年来 很多人心生不满 心生愤怒 想要揭发 大家都不敢 大家都不敢 对我们这些人来讲 就是不去大甲镇兰宫 你就去别的地方 所以近几年来 其他的这个妈祖绕境 他异军突起 原因就在这 很多人杯葛 被绑架的大甲妈 甚至于认为大甲妈 要去抢救他 他被这个言家给挟持了 然后因此就去拜别的妈祖 那其中其实在台中 这个嘉义附近 还有很多的妈祖庙 那最有名的是白沙屯的 粉红超跑有名的妈祖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揭发言清标 霸占郑兰宫的真相 以前不敢讲的 以前讲这个话的人 真的要穿防袋衣 真的 还有人这几天跟我这个 私下那个讯息说 寇姐你要讲 你要写不自杀声明 不必啦 全台湾人都知道坚强如我不会自杀了 只是现在台湾这个氛围就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不是说换一个候选人去当选 而是要铲除一个台湾的政治毒瘤 而这个毒瘤还被你们国民党保护当中 请教叶元智 你不觉得很惭愧吗 我觉得选举就是靠实力啦 那如果有什么违法的 就是大家可以揭发 因为现在就是人选还没有确定嘛 那我 我觉得就是 那人家在玩什么游戏 牛牛捏捏 要你们好不好加深主席 去端的那个妈祖的轿子 去接他出来吗 没有啦 这就兵不厌诈嘛 就是 现在对国民党而言 你们在诈什么 你们在诈我们大家一看就知道 黄守达讲一讲 周伟航讲一讲 我讲一讲就结束啦 你们那个严家有什么诈 你们国民党还有什么诈数 也不是啦 就是扣也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啦 这个补选的重要性 对国民党来说非常重要 就是补选如果没有上的话 比罢不掉陈伯伟还要严重 真的吗 你们心知肚明啊 我觉得蛮严重的啦 那本来就是选举就大家不以表态嘛 我们也可以等到民进党确认之后 我们再表态也不急啦 那民进党现在也有他的问题啊 因为现在虽然说 林静怡医师呼声很高 可是他的另外一个议员 叫张家安也是虎视眈眈 而且他们也牵涉到派系的问题 像张家安是政国会的嘛 政国会现在就是一直希望 全台都壮大他的实力啊 像我们新北市 政国会也是推很多人出来 你又在转移话题 我拨离间 我这么为你兵不厌诈什么东西 你每次上我节目都玩这一招 我现在就是兵不厌诈 你现在回过台来讲 严家到底是什么算盘 严家到底是推谁 我猜的 这我猜的 我觉得最后应该还是言宽恒 我觉得我猜的 因为那个他妹妹 应该是不可能 而且当初推 就是他妹妹的消息 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媒体人 他有问过言宽恒 言宽恒直接跟他说 没有这个这件事情 那会不会有他老婆 我觉得大家 他老婆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那言宽恒 其实最近几年 其实他形象经营的不错 像他唱听海也蛮好听的 然后另外就是他 那是因为他不选举的时候 他唱一次选举的时候唱听海 就是在那海边看来看去 我觉得吸引了不少年轻票 然后他最近也展现 他那个减肥的毅力 就是从比较胖 然后比较瘦 然后脸书上面又po一些 他的那个热量 他的那个热度很高 就是按战数也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最后应该还是言宽恒 那干嘛躲那么多天不出来 可以就是观察一下 不急的立刻表现 而且我觉得言宽恒 因为大家现在一直觉得说 罢掉陈伯 是不是言家发动的 其实我觉得言家不见得希望发动 这次罢免 因为他等于罢免完 他又要补选 然后他下次还要再出外选 你在跟罢主发誓 这个言家不希望罢免 言家不希望罢免 然后最后三天 我觉得他后来有一点点 是因为公民团体过去了 然后就觉得说你不出力 那你是闭上官吗 所以他后来确实有投入 但一开始不见得是他 那你讲一个秘密 一开始就是江启臣发动的 江启臣叫他的爱将郑昭欣 去找Max出来罢免 对不对 Max是一个公关公司的老板 一开始是这样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你少装了 大家都知道 我不认识 是敌对派系 所以不知道 结果是江启臣捅的娄子 现在江启臣捅了一个 罢免陈伯为 险胜的娄子 接下来补选 如果朱立伦输了 那江启臣就可以回过头来 再罢免朱立伦呢 是这样吗 可能没有公斗戏 那么严重 应该是没有了 因为我是只有认识杨文元 那我是有跟杨文元聊天 杨文元是谁 杨文元 但我讲的大家也不会相信 杨文元是说 他上次投陈伯为的 然后他是这样跟我讲 私下聊天 叫他到妈祖前面去斩鸡头 然后他讲 那我说你为什么要罢免陈伯为 他就说因为他 他就是后来觉得陈伯为 有点走踪 然后他有想要跟陈伯为对话 后来还被陈伯为呛 所以他就奋而去罢免 这他讲的 我说那你怎么证明 你是陈伯为 他就讲了很多 那时候陈伯为 在媒体上表现 他就他喜欢陈伯为 这种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所以你说到 到底那时候罢免陈伯为 到底是谁 是颜家吗 我感觉上颜家 一开始没有那么投入 后来确实是因为情势所逼 所以 所以他现在当然 他也怕人家觉得说 他是为了自己选立委 所以才把陈伯为罢掉 所以这段时间稍微就是隐居幕后 我觉得是合理的考虑 你去幕后出来大家就忘了 就是不急 可以先看民党段下 我好最喜欢吐槽叶元智 你觉得他的这一番说辞 有说服力吗 他天天在节目上 跟大家说并不厌诈的 然后他就每天还炸我们 对不对 这些说法有说服力吗 尤其是选举这种东西 你把人家 你个强盗杀人 谋杀案 到人家家里面 把人家珠宝抢走了 把人家家的主人 给一刀子给毙了 然后躲起来 躲一个月之后 出来就变成那个没事吗 这个逻辑好奇怪 他躲一段时间 陈伯威的支持者就忘记了 严家是那个杀手 是那个 这个 要复仇的对象 我觉得应该是说 他们还有在考虑 但是站在我们国民党的角度 我们确实就是会尊重在地 就是尊重在地 因为没有不尊重的 那个条件嘛 对啊 因为他最强嘛 在地有谁敢选啊 就也没有别人嘛 所以 你也承认啊 那还不厌诈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要尊重他们的决定嘛 就是就好比说有一个县市长 他要争取连任 党一定是先尊重县市长嘛 除非是县市长 他宣布不连任 所以才会有别的考虑 如果是颜宽恒出来 你觉得颜宽恒的论文过得了关吗 颜宽恒的财产过得了关吗 颜宽恒的三次结婚 两次离婚 骗人结税 逃税也说不定啊 这个从头到脚 经得起检验吗 小时候就跟他爸爸 带着他跑到什么金钱报 去喝花酒 那个这些事情 会比陈伯伟 二十年前的事情 这个不严重吗 我觉得 我是觉得 当然会被攻击啦 但是要看当地选民 就是说 因为他的服务好嘛 然后而且那也是以前的事情 那陈伯伟就不是以前的事情了 对 所以罢免陈伯伟不是因为他造讨啊 你要是因为 真的不是因为他造讨 我从来不觉得他造讨 你越讲那陈伯伟的支持者就越狠 然后就会越恨颜佳 因为那个选举是相对的啦 那如果民进党是推林静瑜医师 那当然他林静瑜医师也有包袱啊 他有什么包袱 譬如说他主张说喝蒸奶 可以用汤匙啊 或者是 或者他主张说晚上十点以后 可以限电 让大家多生小孩啊 因为这是你们昨天整理出来 他以前做立委的谈话 喝蒸奶本来就可以用汤匙啊 除了用那个大吸管 我就喜欢用汤匙啊 就是我觉得他的讲话 这有什么不对 就是也会被检验 我觉得两个候选人 跟他那个是不是 一个好的政治人物有什么差别 就是也是会被检验 而且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啊 他们昨天你们那个年轻团队 找出来他讲的那些话 看起来这个林静瑜 他并不是医生的那个保守形象 他还有另外一面 还很创新 很有这个自己的想法呀 对不对 你们还把他打成女版的陈伯伟 最主要就是他意识形态比较重一点 才会有人这样讲 因为他曾经有 陈伯伟意识形态不重吗 我是说林静瑜为什么变女版陈伯伟 是因为林静瑜的意识形态比较重 所以大家才会说女版陈伯伟 因为两个意识形态都很重 所以你们要打意识形态 要替中国共产党打那个台座 没有因为他 他之前不是有了一个正义吗 后来因为有争议就被换掉嘛 然后这些可以在这次选举里面 作为立法委员的检验吗 我我觉得当然会被攻击 因为现在大家有点不太喜欢意识形态太重 是吗 那朱立伦不是在打意识形态战 他说这个抗中保台的人 全部一讲就要把他罢免掉 说这些话的是你们朱立伦 没有他的话其实严格讲 他话是随便说 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立委 应该就是主要是要顾选区 你如果选区没顾好 老是搞抗中保台的话 我只不能再让你讲 我再让你讲 我们观众会生气的 说寇寇姐 为什么要让叶元智讲这么多 问一下旁边的台中的立法委员 庄靖成 你是什么派系啊 这还乱讲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派系之争 这个我们民进党跟国民党最大的不同 在台中第二选区 就是我们都有很多优秀人选在那边培养 就算那边是艰困 如果你有去那个选区看过的话 其实那个选区跟我们都市选区真的不一样 那个你扫街什么 那真的就是很很 有很乡下的地方 那有年轻人或是优秀人才 愿意在那边蹲点都是不容易的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民进党跟国民党最大差别 那要调破离间我们来调一下 为什么延秦彪现在他们要这个家族 从延秦彪 延宽 延立民 他们都开始转去低调 我觉得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这次开出来票数太难看 这确实是 他们产胜 产胜之后呢 他们有没有派系 他们有派系 自己在那边自得其的 没有 他们也有派系 台中有红黑派 延秦彪代表的是黑派 那现在红派跟黑派的理论上 就是说他们现在红派当议长 在台中市议会 那黑派就是延立民当副议长 那因为一开始我们有听过地方传言 就是说 接下来可能会延立民出来选立委 一开始有这个想法 对 然后延宽恒去选议员 等明年底选 因为议员不用补选 对不对 对 然后延宽恒选议员之后 要职工议长的位置 要当议长 要把红派的议长看掉 你觉得红派会答应吗 听到没 红派会答应吗 不可能会答应吗 那那我觉得说这一次 其实蓝营 其实现在相对于延亲 彪他们家族的低调 高调的是国民党朱立伦 意识形态最重就是他 你看他们的企业非常嚣张 就是说把这个罢免案解读成抗中保台 那我觉得这个是什么 这是意识形态 这不是意识形态要扣在扣在我们那个 大家抗中保台 我爱台湾 为什么是意识形态 元智你不爱台湾吗 不是 我再解释一句话就好 他不是说你抗中保台 他就要霸你 是说你还是要跟选区结合 你跟选区没结合 老是讲抗中保台 然后去掩饰你 没有进行选区 这会不会霸掉 哪一个立委 抗中保台就是要维护选区啊 如果没有抗中保台选区沦陷呢 那还有什么 主要是讲说 主要是那时候是谈那林长佐啦 因为林长佐那时候在骂朱立伦嘛 就是说你就罢免陈伯威 你就让台湾社会有裂缝 让中国势力进入 那朱立伦才讲说 你看你们就是不面对问题 老是讲抗中保台 你这样就被罢掉 朱立伦本来就是害得陈伯威少了 因习国防外交委员会抗中啊 跟中国没关系啊 有啊 中国央视指示你们要抗 没有他没有指示 我根本没有看那个节目啊 像我常常在我直播讲那个周伟航 然后那周伟航这样照做 我就说周伟航你听我的话嘛 那也不是嘛 你看叶元智就代表了一个 国民党的赖皮立场 那专委员继续讲 你继续讲他们蓝营 现在在严加的候选人 这个部分的碰到的一个困境 对不对 是啊 刚刚元智讲的没有错 有一点我认同 是说他们现在在等 民进党或基地党 谈出来的人选是谁 那他们人选之后 我们能选出来之后 人选是谁 他有什么人选 他们的人选就是严家嘛 或姓严的或不姓严 姓严或不姓严一定是他们家 那这个是在地方上没有办法 刚元智讲的嘛 谁敢出来 在那边国民党 有一个无姓议员也在那边 我没有说谁敢出来 记者去访问他 他马上铁青 马上铁青说 他们那边如果没有严家 首肯 没有人敢出来 不可能 这就是国民党在那个区被 派那个家族势力把持住 国民党根本就管不动那个势力 就是那边国民党是没有办法派人下去 那现在如果民进党现在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是林静怡嘛 对不对 那那他们会派谁 我真的不知道 林静怡长得蛮漂亮的 所以他必须派一个漂亮的媳妇出来吗 有听说要派媳妇啦 那但是但是他们媳妇 可能跟政治的渊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办法 在补选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这媳妇第一时间要问他说 你老公拿着你在那里 离婚结婚逃税 你有什么看法 那是大媳妇嘛 没关系啊 接下来因为罢免 大家都在检验成不过一个人 那接下来的补选 就是两个人都要被检验了 对 那人家经不经得起检验 那开始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好经不经得起检验 要看检验他的人有没有勇气 我自己说过 我从三十几岁做联合报的记者 后来做采访主任 我们那个时候的使命 那个时候联合报还是一个正派办报 使命就是 而且联合报那时候很恨李登辉前总统 所以他们就把黑金势力 灌到李总统那个身上 所以要铲除黑金 然后 言清彪就是联合报所出战的 出征的对象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子我还被他告 然后因为这个样子很多人都 说这南宫不可以随便乱写 写了以后会怕怕 晚上会有人打电话给你 还有人公开如果讲到言清彪 晚上也会接到电话 我是冬瓜标的状况 现在有机会可以检验言家了 对不对 请问你 你们敢吗 你说我们吗 当然敢啊 为什么不敢 我们之前你看我们陈世凯 议员在那边选的时候 跟英康云选过两次吗 其实我们都是很大力的 在检视他们家族 那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敢不敢 那刚空姐讲到的 他们打电话这个现象 这次罢免也有啊 这次罢免也有啊 这次这次我们那个 亲自打电话 那这个情况在第二选区 台湾第二选区还是有嘛 那所以大家对于那个家族 势力的庞大 真的是会害怕 但是这次罢免 那我们看到其实一个正面的意义 对我们来讲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动员的能量 大概就是这样了 那个从这几次的选举 然后到这次的罢免选举 那种票数 我们大概就去估 言家在那边的势力 到底有多大 他们可以动员的力量有多大 现在大概已经看出那个天花板 所以这次的补选 我们并不会说悲观 那这次的补选 其实第一点 我还是都一直强调 我们要先尊重激进党 因为博伟毕竟他二零二零 是他们在把那一区抢下来的 那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 那尊重他们之后 大家一起来整合 来推出一个最优秀的人选 那我觉得整合起来 其实这一局补选 我们觉得是不会说非常乐观 但是我们不会悲观 但是一定有机会 团结起来一定会 这一次选举就是要揭发 言家家族的真面目了 我觉得最严重的还是 郑兰公的香油钱 大甲妈族这个绕境的 那个产业链出来的 那个不清不白的账目 以及利用大甲妈的绕境 然后赢自己的私利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政治人物 全部都被套进了 这个大甲妈绕境的 这样的一个迷雾当中 政治人物可不可以觉醒呢 所以白沙屯的绕境 妈祖的这种出行呢 是不是另外一个选择 这个跟我们的民众 要直接的对话 很多人在我的脸书 在我们的YouTube上都留言 只要严加把持郑兰公 他们就不认为大甲妈 是自由的 所以我再次的跟大家说 不要害怕黑势力 黑道只有你怕他的时候 他比你凶 你不怕他的时候 因为邪不胜正 他就会害怕了 要不然严家干嘛 躲了那么多天